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顺服地喜乐 参考经文 当孝敬父母 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 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 《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二节 大多数父母都需要面对解决孩子不顺服问题的时候 在十节中 我们发现孝敬父母的儿女 从神那里获得了一个特别的应许 长寿 幸福是顺服的结果 没有哪个孩子会因为成为父母的噩梦而高兴 没有哪个孩子能在叛逆的基础上逐渐幸福 令人难过的是 不顺从父母和其他权威的孩子 往往会命途多舛 许多孩子寿命不长 因为他们走上了不服从的道路 结交损友 在危险地带寻求刺激 他们转过身去 捂住耳朵 不听父母的劝告 但不幸的是 他们这样做 往往会泥足深陷 他们到哪里去寻找快乐和有福的生活呢? 正如圣经所教导的 他们可以透过顺服主获得幸福 这也包括孝敬父母 以夫所书六章一到三节总结说 你们做儿女的 要在主里听从父母 这是理所当然的 要孝敬父母 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 使你得福 在世长寿 让我们一起祷告 伟大的神啊 我们都需要尊重 我们生命中的权威 请帮助我们从家里开始 因耶稣的缘故 孝敬父母 奉耶稣的名 阿们 你现在收听的是 普世佳音灵修节目 每日真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